謝謝 是不是接下來趕快把時間要給馬力昌跟熊子妹他們好 熊子妹若是你有一些問題 因為剛剛在交通裡面也有提出來 若是你覺得剛剛有些問題你還沒有說到你的心聲的話 你也覺得要問可以把它寫下來 我們大致上是說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個就是在主日方面主日的服飾上的 第二個是在兒童牌就是屬於牌中的這部分 第三個是在家中大概就分成三類的問題 你可以寫一寫交到東方那邊的位置 好不好 謝謝主 阿門 有一些原來三個大方面的題目 請熊子妹也先回答 叫我跟我們分享 剛才王師傅你再分享剛才所聽到的 然後還有其他問題可以第一次挑 第一次挑 感謝主 我回答 剛剛弟兄也講到那個是會所展覽 有一個家一群人 是我媳婦他家的小孩 幼幼孩 我也沒有想到他們那天居然都到園都全到 感謝主 然後為了來這邊我也趕緊跟我的媳婦有些交通 看他們的情形 因為平常雖然我也有配搭一點 但是我也多半是在飯食上 點心給他們一些幫助而已 那實際上剛開始我有配搭 但是到後來我覺得他們變得好龐大了 我就趕快退去後面了 讓他們大家盡功用了 感謝主 那我媳婦是交通說 他們原先也是啊 大家就來了小孩也大人就來了很 就很很忙亂 很熱鬧又高興可是又忙亂 也有一點疲憊 但是也很喜樂 但是他們就自己有交通 家長的彼此就有交通 這裡頭也有福音朋友 那他們彼此有交通 所以他們最近就列了一個表格 列了一個表上面就是說 不管大的小的 不管他們的年齡層有二年級的 最近有一個六年級也來了 跟著妹妹一起來的 妹妹幼稚園 哥哥是六年級 可是哥哥來這邊很進攻幼 他在那邊排解糾紛 真有本事 那小朋友聽他的 所以哥哥本來很寶貝 這天打得 排解糾紛 他會跟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樣子幼命不小心 把那弟弟撞倒了 弟弟就會整天跟在這樣 他就講了很大聲 他那小孩子聽得灑住了 然後說 所以你動作要慢一點 你要跟我們講 你需要什麼 你要講喔 有時候大人在講什麼 這個還怎麼樣 這個哥哥又會跟大人說 哎呀 其實小朋友都這樣啦 那個阿姨 你就好好的說就好了 你不要這樣打他 不要這樣罵他 他在這邊排解糾紛 所以很甜美喔 那 這是指的次序這一面 然後至於他們的那個 那個作詩歌啊唱啊 當然小的不太會唱啊 但是只要他們參與的 一定都媽媽帶著小的 那個做成一大圈 他們就覺得你參加了 你就有一個小什麼貼一片小葉子 那個我的外孫呢 最小外孫是七八個月大 他媽媽就抱著他唱啊 也得了三片葉子 然後呢 那個他那大的呢 五歲多啦 那大的就說 你好棒 今天得了三片葉子 你好棒喔 怎樣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就很 彼此有鼓勵的方式啦 就自己去酌糧 自己去決定 那至於呢 講故事 他說要互動 我那個媳婦說要互動 讓孩子們都要有開口的機會 像現在他們都會給孩子去 有的就講故事 會講一段故事 就讓大的去講 那個二年級 一年級的女孩子 就在那邊講故事 然後小的 他一定講的故事很完整 拿著書啊講 大家就趴在那邊一起看這樣子 所以也都蠻甜美的啦 然後呢 再來大人就會拋問題 他們也學習 讓孩子自己去拋問題 大的孩子他也會有感覺啊 像那我那個大 那個孫子五歲上幼稚園 然後呢 他們就問一些彼此同學之間的情形啊 你有沒有為同學倒 他說 對著不喜歡同學 我是不喜歡他 但是呢 我還是會為他禱告的 然後就說 他們會講他們學校的情形啊 讓彼此的解決 所以呢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個故事 有一天主題嘛 然後這主題拉長一點 不是說一次的解決 一定是一個月兩個月都在講那個主題 所以現在他們講到第一 古第一瓶他們也有進入這樣子 但是他們一定會從那個兒童的繪本裡面 從兒童繪本去講 講那些荷華故事啦什麼的 讓彼此不能驕傲啦或什麼 然後這個彼此互相的那個 在這個小排裡他就會長進 那裡頭有一個小朋友屬於好動的 他就跟我那個孫子是同一個幼稚園啊 哎呀那每次都會來 但是他很好動 結果他在學校有一天就跟我孫子說 我告訴你一個事情 今天耳朵就把咬下去了 我那孫子乖乖就讓他咬掉了一個 不是咬掉 就咬了一口 過一下又咬一口 兩個然後又從彼此動 然後又咬了一口 那我那個兒子 孫子就傻在那邊就哭掉眼淚 然後老師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結果我就跟他講 結果他就說 我原諒你 我赦免你 他就 老師就在責備這個同學嘛 這個浩洞 但是我那個孫子就跟他說 沒關係了 我赦免你 我赦免你 結果那個小朋友就傻在那裡 很奇妙自從那次到現在 那個孩子在班上 在兒童孩子 都變得很安靜了 從那次以後就變靜下來了 以前是非常好動 東惹是西惹是 可是自從那次不知道怎麼 那個我那孫子在跟我講說 阿嬤你知道嗎 我被咬了怎樣怎樣 很平靜的在跟我講 我說然後呢我赦免他了 我聽到好感動 我說 哎呀感謝主 因為你赦免他 他知道你愛他關心他 你原諒他 所以他現在心裡很安息喔 很快樂喔 所以他也不會去再咬人家了 對不對 他說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在小排裡 他會發生很多事情 但是呢 他跟他的生活啊 跟他學校生活都息息相關的 所以呢 所以呢在幼幼排裡就是讓他們顯出來 讓他在那邊彰顯出來 然後大人們適時的幫助就可以了 然後主要是激動他們 讓他們有一種關心人的心啊 要多禱告 所以平常呢在家裡呢 媽媽們其實 這是我剛剛是我媳婦講的 那我要講的部分是說 所有這些在座大學的學生們啊 你們從現在就要操練喔 所以啊 對這件事情有寶貝 越早交通越好 孩子越小越好帶 所以當你們結婚了 懷孕了 就應當進入了 從現在就要被溫潤啊 被那個成全 當有一天你懷胎的時候 你就要進入那個感覺了 但是你的胎兒叫互動 所以提摩太啊 這些保羅啊 大衛他們都是從腹中就被分別的喔 所以說感謝主那聖靈會工作 在這水流中會帶我們一路路的往前 過教會生活是最寶貝的 帶著孩子一直往前 我們很多價值觀是需要被更新 但是不要怕他會 所以就是跟著大家一起往那廠開交通 我就在看著這個我媳婦的家的小拍 他剛開始也很為難 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去幫忙也驅離大家都佩搭 到現在他們自己就很有 一個慢慢的一個張羅 一個秩序的秩序出來了 感謝主 阿們 就是說 幼幼排的怎麼進行 我剛剛說了 他說幼幼兒大多聽不懂故事 那怎麼又跟家長們互動是不是 那這個一定是 他絕對聽得懂 而是說你平常有沒有勳討他 阿們 就像我們 阿們 姊妹說的 在家裡就跟孩子有點互動嘛 就要互習啊就講啊 你在想什麼跟孩子就傳輸什麼 他一定聽得懂 他雖然不會講話 像我那有一個孫子兩歲 他還不會講話喔 他講得慢 但是他什麼都懂 他聽得懂 所以呢 他會對比他更小 我有一個外甥才八個月大 他會對他講主耶穌 主耶穌 他就一直跟他講主耶穌 不會講別的 我說愛你 他就說愛你 然後拿著一本書 餓餓餓就這樣子 兩歲的對一個八個月大的在傳輸 他為什麼正在動作 那個就是看來的嘛 他在學 他在學的就這個 他就會自然就對這小的 嗚嗚嗚嗚這樣子 那那小的一直嗚嗚嗚嗚 他們就有他們的互動啊 所以我們在靈裡 不要怕說一定要怎麼懂啊 或怎麼樣 對啊 有時候你在唱詩歌 他只會動一動 就很喜樂啦 就值得給他一個天子了吧 你鼓勵他就鼓勵他的媽媽了 媽媽就很高興了 那這個呢就是還照顧到家長 家長這一面他只要陪著來 他就得著了 那他自然會聽嘛 耳濡目染嘛 他也會主要是信託啦 彼此就是很生活啦 你在愛裡關心他 他就很喜樂會跟你問很多問題 他小媽媽這些年輕媽媽 他們很多的都是借著那個sign 或者網路啊什麼的 都在那邊互通的 所以雖然小孩很短時間 但其實他們私下還會在網路上通話的 所以他們彼此會說 你這衣服在哪買啊 這玩具怎樣啊 我再告訴你們 現在玩具都可以租借了 都可以用租的 所以不用買一大堆 所以感謝主 那至於你的那個 正是對著幼幼的情形啦 你必須要在靈裡頭對待他 生活裡你是怎樣 他就怎樣 你不要以為說 你在那邊兇一點喔 怎麼他不知道 他很了解喔 他都知道你有這句話的含義了 所以馬上他會變臉 所以你要他安安穩 像我們的孫子常常在我家 都有條有理 可是對媽媽有時候態度就不好 嘿 那媽媽就說 為什麼你對阿嬤態度那麼好 對我態度不好 有一天就這樣問 就那孫子就說 因為你常常不聽我講話 那阿嬤都會聽我講話 因為他們一到我家 我一個什麼事都擺一邊 一定要看他們 都陪著 他走哪裡 我就跟著哪裡 我就注意他們啦 那他們當然就覺得說阿嬤很關心 但是媽媽忙的事情太多了 常常孩子說阿嬤阿嬤阿嬤 就這樣越緊 這樣就越緊 所以我常常就說 我們彼此配搭 那孩子的心情要顧到一點 其他事情可以少做 但是孩子們的心要顧到 然後他就不會那麼浮躁了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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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師兄姊妹的分享很豐富 也很叫我能供應 就是其中有一些的 我稍微分享一點 就剛才師妹講的說 小朋友因為兒童牌不能來 他們那個要去呼吸 但是我們要 就說我們不是救我的時間 說我的時間可以 然後就孩子來我們家 我們是要救孩子的時間 他什麼時間可以 我們就時候什麼時間配合 他早上可以 我們就早上配合 他晚上可以 我們就晚上配合 就是要為他的時間 就是我們要交通 不是說通通來在一起 才可以開兒童牌 兒童牌是生活 一個來也可以 兩個來也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觀念 不是一個聚會 聚會就是說 準時大家都來騎了 這個叫做兒童牌 所以這個我們 這是觀念 這是這個開家的方式 就是我們要配合孩子的時間 阿妹 他什麼時候有空 我們什麼時候為他開兒童牌 所以時間是多方的 阿妹 不是固定要的 不耐用或是不耐用 謝謝主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 有的小朋友呢 來一次就不來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 弟兄們給我們的觀念說 他來一次 新耶路撒冷間 他來過一次 你的福音的種子 已經種不出去了 對不對 他可能小學 沒有什麼感覺到的國中 有的到年長了 他才想到 我曾經小的時候 去過哪一個阿姨家 哪一個媽媽家 他跟我傳過福音 阿妹 總之就結果了 阿妹 所以呢 我們殺手 別人收割 所以呢 不要灰心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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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心理上 就說 阿妹 每一次都是一個 兩個 那福德的弟兄就說 子妹 你家這個禮拜來幾個 來兩個 怎麼那麼少啊 他感謝主 感謝主 兩個 一個也就是生活嘛 然後來一個 就像剛才子妹講的 他來一個 我們就開家 對 可以講他 所以這個小朋友 可能將來就是 很好的服侍者 阿妹 為你成全 阿 這是弟兄們給我們 所以不要灰心 阿妹 那我們開家 就是最好是 在我們的社區 如果太遠的話 孩子不容易來 就是在我們的社區 那我們社區呢 家打開 那我們的孩子 就是他的同屬 也是在附近嗎 那我們去的時候 不是說來聚會 就說我們來 我們家寫功課 李立聰說 小兒童牌 故事講故事 唱詩歌 讀聖經 就是生活 他來我們家寫功課 吃點心的時候 禱告一下 是不是兒童牌 這就是兒童牌 所以我們的心理上 你就不會有壓力 說我不會唱 我不會講 我不會表演 不要 他說他就是生活 兒童牌就是生活 阿妹 我們關心每一個孩子 所以我們去他家 我們就跟小朋友說 你去交際 你的小朋友來到我們家 我們就配合 跟他孩子一起邀請他 跟他媽媽說 你的孩子 到我們家來寫功課 我們一起幫你照顧一下 也可以的 媽媽都願意 把孩子送到我們家來 因為是他的同學 那我也沒有孩子 所以我開家 我就去大遊去拜訪 就跟他講說 我以前是小學老師 禮拜三 可以到我們家來寫功課 好不好 有的媽媽都在上班 他禮拜三都是半天 你知道孩子 不用去安靜班 我說不用去安靜班 那我們家好了 就有小朋友來 我就跟他們煮什麼 乳肉飯 小朋友最喜歡的 煮一個湯就好了 不要做很多 他們最喜歡 小朋友喜歡吃的飯 滷肉飯 意大利麵 都是小朋友喜歡的 不要去買麥當 就這樣 他們來就來看功課 哇他覺得很好吃 他就幫我去樓上樓下說 有一個郭老師家 郭老師 他們家 哇那滷肉飯好好吃 來我們去吃滷肉飯 而且還可以看功課 哇就來七八個 所以小朋友幫我去邀請 然後我們跟家長拜訪的時候 我說讓你的孩子做好學生 家長一定願意 因為現在孩子的問題很多 家長都沒辦法 如果有人幫他 對不對 在行為上 在功課上 他一定很樂意 而且是免費的 阿妹 提供一餐午餐 所以家長都願意啊 然後我就扣個每一家去拜訪 那有一個媽媽呢 他兒子來了 他的小的因為幼稚園嘛 常常會感冒 他說 你能幫我帶一帶照顧一下 我說可以啊 那時呢我要去聚會 可以帶他去聚會嗎 可以 那就後來這個媽媽就信主 阿妹 但是我說 我不能長期為你照顧 結果他也是小學老師 他的幼稚園是私立的 他的年齡不到還不能 後來我們就禱告 就有一個公立的幼稚園 開始他就抽籤抽到了 後來他的孩子又給你地方去了 所以這是生活 小孩子生活 我們不是用很多的想很多的辦法 活動的來信孩子 那我們要禱告 就在我們生活中 只顧到他們的需要 我們就就會開路了 阿妹 還有就是我們小牌啊 就說是以人為中心 不是以會中心 所以就小牌有三要素 第一個就說要流通神聖的愛 然後孩子來到這裡 我們就知道他的情形 我也曾經到兒童牌的家裡面 去跟他補功課 一個禮拜要去擔三次 為了他的功課 我就去他家 這就是聖佛法照著他的功課 然後他的行為 有一些的問題呢 我還要找一些小朋友 比較開學習的 帶他一起去玩去相調 他就看這個小朋友怎麼怎麼表現的 就從這個孩子的身上 他可以學到一些 所以我們會帶他一起去玩啊 繼續相調啊 感謝祝 這個就是兒童牌 然後呢 照耀神聖的光 就是什麼叫做 因為這個孩子遇到問題了 比如說他喜歡撒謊 我們就用主的話告訴他 會撒謊對不對 如果他是那個喜歡偷竊的 有的小朋友真的喜歡偷東西喔 我們就告訴他要做正經事 用主的話來牧養他 有時候我今天準備大衛的故事 我一定要講大衛的故事 不是就放下 你大衛的故事 照著這個孩子的需要 你就給他主的話 甚至用這個故事來 來那個就是說 讓他敢 不是這樣敢話 就是來供應他 牧養他 這句話 然後呢 生姬的指派 然後回到家 叫他跟家長 叫他回到家 叫他一起操練 我問家長說 他孩子來到這邊以後 他有什麼進步啊 或者是需要我們怎麼來幫助他 家長會跟你講孩子的需要 這個就是跟家長有聯絡啦 感謝主 這個就是兒童牌 感謝主 剛才那個姊妹 一個姊妹她分享的這個兒童牌 這個就正確了 她的觀念真的 她的實行就很正確 不是說我們來就來聚會 他就是關心每一個小朋友 那剛才也提到說 每一牌十位小朋友剛剛好 就是要兩個家 來照顧十個小朋友 這個小牌 小牌不是大家都來輪流 因為我們知道 做老師有導師制度 跟科樂老師對不對 導師就是要知道 班上的每一個小朋友 那兒童牌呢也不能拆持 就科樂老師這週是這個來服侍 下週是那個來服侍 又是生活嘛 生活你每一週換人 她不知道她怎麼生活啊 她的生活情形怎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 黨識之度 就是兩個媽媽服侍這十個小朋友 就關心她的生活 知道她的功績 數學考幾分 她的國語考幾分 她的家庭怎麼情形 她現在的情形 就是關心她的每一方面 感謝主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 要那個導師制度的 不能夠什麼 什麼科樂老師 就像我們早期服侍 我就想到陳弟兄以前在一會手 那時候我們在三會手 我們都是大專生 我是大專生 陳弟兄他們編教材啦 師哥在那邊在一會手 那個 那我們那時候呢 哇兒童服侍主日來四五百耶 像我才信 是全教會在做喔 對不對 是師母們呢 都到公園啦 到市場啦 就把孩子招來 那時候呢 只有主日 轟轟烈烈烈 但後來為什麼留不住 到了國中 她就留不住 因為沒有生活嘛 我們只是 她會背了 會唱了 哇就好了 但是不知道她的生活 現在走新路 媽媽進來了 就福家牌去 所以我們會有主日 會有兒童牌 還有呢 家居會 這三個一定要配合上來 孩子才會被成群 所以媽媽進來是很重要 父母陪同孩子 一同來操練 一同過這樣的生活 感謝這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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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位整理 把它分類一下 阿們 看似是主日 還是家庭的 還是小排的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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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樣子 很喜樂 今天有這樣的機會來 那 我剛剛聽這個見證 我很受感動 阿們 我們小道師傅會所 是換來一心 都在慌苦 因為早年 我記得交通的時候 好像不是這樣 今天這麼的熱絡 而且是全體動員 阿們 都是少數人在做 好像不論長幼老少 哇 通通鬥起來了 我看這裡弟兄的交通負擔 非常的 有一些果向 而且非常的透徹 對 這個兒童工作 事實上會少數幾個人 當然就辛苦去累 真的是需要全身體做 全虛的做 然後這樣就會清神 而且我看是非常喜樂 今天早上 基本上我摸著了 感覺這個靈啊 是一個喜樂的靈 是一個非常熱烈的 而且更有負擔的情節 那我想是這樣 因為我預備什麼綱要 因為我想不需要這樣來走 但是我聽了這個見證 這些的問題 這些點以後 我是稍微就著現在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講得那麼準確 或者說能夠應付大家的需要 那因為他們是一個做實行的 第一線的 我是講道理的 當然我也都在看也在聽 會有一些攝入的了解 那基本上呢 我就就了這些點啊 或者說我把 我把這三個問題呢 因為剛剛答了一個問題 那後面呢 我稍微再做一點的交通 然後或者熊子他們 有什麼點在補充也可以 好 那現在如果你有什麼紙條的問題 可以遞過來 我們時間已經剩下25分鐘 那麼我是要說 第一個方面 關於嬰幼兒的兒牌服飾 我想你們上次也聽到那個見證 剛剛也聽完了 我相信差不多應該是有問題 他基本上他覺得是他講到 培育嬰幼兒大多聽不懂故事 然後照顧他們家長 這個雙重需要就是對的 那聽不出來嬰幼兒呢 是這樣子 因為嬰幼兒的具體會不會多過半小時 他的時間有限 他的耐力有限 他也只能這麼多 其他時間呢 就吃的啦 玩的啦 都可以啦 就是要配合 但是呢 你不要擔心 因為事實上 他是打個大的加小的 小的加小的 其實是不難 你不要以為他們聽不懂或者怎樣 其實他們是有一種的領悟的 多多少少 基本上你就加深他的印象是什麼 他就有個印象 那他兒牌所聽到的或者唱過的 請問他回家去喔 你只要放那個師哥喔 看嗎 我就轉過來 看完就盯著你看了 這好像似曾相見 好像聽過喔 對不對 就兒童牌 你不要以為你一週做的兒童牌 一個 一年下來五十二週啊 光是五十二個師哥給他 他就已經進入很多非常好的一個領會 因為我已經摸著了 對不對 這次講這個活心啊 複製活心啊 講到鮮活的信息啊 要不是講嗎 他說你只要每個禮拜生言一次 在真一週的神經事演之後 你摸著了一個點 你預備一個生言 你一年下來五十二提鮮活信息 你看你要被複製成活心嗎 一定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呢 今天第七篇開始後面就講 所有的生活信息在撒加利亞書 是講的多麼的豐富 是不是這樣呢 是不是 標語的第二個跟第三個點 標語啊 就是黛伊里還有這個撒加利亞開頭 都講到一個字叫複製 你要相信這個複製 從小就可以複製 對不對 你這樣子的來說故事 來唱詩歌 它就一直複製進去 加深它的印象 所以這個點呢 我感覺是沒有問題的阿門 但最重要的 剛剛一個姊妹講的那句話 不是阿門 所以主要是 可能你講的不多 他一定會聽懂多少 但你只要在這種環天中 有一種空氣的營造 這很重要 你不要看他的劇集啊 就是營造一種愛的空氣 就是父母今天明明兄說講過 就是愛的空氣 這一點很重要 他覺得這個地方有歸屬感 有愛 有告訴 真的是這樣 他就會喜歡 所以這第一個點 我覺得不要擔心這個 第二個點 從嬰幼兒到五六年級 現有書房出版的教材 每週經由兒童牌結 主日兒童班使用 會有教材資源不足 這個我到底了解的是 因為東西是很多的 會造成資源的不足 我想很可能是因為重複用 或者說不太能靈活 而且應用上不知道怎麼應用 要不然教材一大堆十二大堆 對不對 還有幼幼的花粉 是很多的 所以這個我就不太了解 是資源不足 很可能是一種應用的這些資源 這個地方是上司可以在生活中 各個點一點去用 就是很活的 它導致兒童覺得經常重複的現象 如何做擴充 所以這個點呢 我相信了解上是這樣子 就主要是教材的應用 其實東西是很多 今天呢我們需要學佛教材 就是佛教材 我一晚想說也常常會講 說這個教材並不是固定的死的字句 要講什麼 要說什麼 是它這個靈活的 所以你可能是要講大會故事 但是那個時候的臨場 事實上可能不是那件事 當然主日是歸主日了 那就是教育了 但是呢小孩以它這個生活活化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當時臨場可能有狀況反省 對不對 可能有情形出來了 對不對 可能是孩子打架 或者在學校遭遇什麼事 那個時候啊 你要避充它的需要 你就把它大會故事放開了 就不一定要講這個 是注重它那個生活面 它現實的需要 那個硬實給它們幫助的多 這個教材這個活的 看著燈就講建造嘛 講光嘛 看著魚缸就講創造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都是可以活的 就看你這個人是不是活的人 你這個人是個活教材 你就自然能夠什麼 大會組這些點 所以這個點上去我覺得 必須要靈活應用 來把生活很多點滴 設身處地 他們切身的關係的環境 應用進來 然後大大小小不一樣 境界不同 所以小的又小 它是他們的領會的 和他們所切身的關係的 大概是照這個就可以 好不好 那麼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這個 這種情形之下 你可能會有一種的 有一種的試探 會看坊間的教材 還有工會的東西 這個點上原則是這樣 當年你用的特別提醒 就是說這些坊間工會的教材 一概不用 因為它這個 弄的弄的就 聖誕節拋出來了 弄的弄的就不知道什麼東西 又拋出來了 所以這裡頭呢 會有一種的負面的東西 會參進去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是這樣 因為我們中間這兩套 十二本的這個教材 小小嬰孩 欸嚕講一下 對不對到六年級 這些救恩跟初期 是很多的榜樣 雲才啊什麼 對不對這些 這是非常好的一些 還有四年級 這個神人葉什麼榜樣等等 之前就是創造 創造的人是重心 人有三部分 因為它一樣都講得非常齊 開頭是講性格的 行為的 規範的 所以它是這樣的 一路編下來十二本 這教材是非常好 而且問題是 你不是隨手拿來造本宣科 是你需要禱告 你需要經營 你需要預備 你需要經營 這樣你一認真經營 你就被構成 你自然會有一個東西 就能夠消化的那個 疾風給他們 這些的孩子們的需要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放了呢 我們要珍惜這兩套教材 那九位所 主論是用那十二本 它叫嬰孩 還有另外一個 活死等等的故事 舊約的故事 而在小牌裡 我們都是把 那個慶子園的性格 古經兵 重新整篇這樣一張 比如《詩歌聖經》等等的 這樣一張 情動給各個小牌 所以小牌 可能都在消化 和重溫 復習 這些性格的課程 所以今天出房間 這兩套教材 非常的完備整齊 就你預備的人 需要經營 需要去預備 第三個 有關於有心加入的服侍者 如何幫助他們上去到 國後兵 國後涉及 講故事技巧 詩歌 他的訣竅 帶領阿托牌 國不將化 南亞神化與靈等 命絕等等 這個點非常好 所以剛才有小牌的問題 這裡有一個教材問題 現在想到人的問題成全 人的成全就是 光乎我們主日的 這些的私字問題 還有小牌句會整個句 會整個帶 現在呢 他這裡所提到的這些點 都是非常重要沒錯 但是我現在這樣說 在會所我們可能要 有一段時間 在九會所 每個月第一個主日 像明天用於叩榜文 我就提到今天往上 明天晚上就有一個 兒童服侍的二弟主委 會來在一起 有禱告 有列唱一些兒童詩歌 然後我們就分兩部分 一個主日教材 一個教材的部分 一個就是小牌的那個部分 我們會有點交通 所以這個呢 如果這裡可以的話 應該一個一個 再有一次的這些 服侍者的交通相當 有時候你可以追求一點 有時候可以失之 像今天晚上 我們就要先追求 有個分配的 他們有責任的分配 我們現在是 讀完了另一本 現在要讀了個家 讀了一本成全下一代 現在讀了個家 是神命定制度的 神命定制度的家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神人生活的 三個年級 我要編成十二三課 會不會有負篇的五篇 那五篇就 我們現在開始要追求 因為那都在講兒童牌 兒童的結構 架構 還有三個樣素等等 實行上的一些點 那你們做小牌的人 最好去讀那個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他整個兒童工作 其實重要的信息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應該要好好追求 我是建議核心的事奉 最好每週有一次 像我每個禮拜五 就陪他們有四五位一起交通 來檢討 來關心 那每個月第一個主日 我們就做這幾件事情 我是順便提給大家 做一些參考的事 所以這個人 中間就可以在這裡切磋 那今天早上 你非常交通的地方 就非常不錯 就彼此就能夠得出一些幫助 這些切磋 一些共鳴 對不對 一些問題被解開 那現在就這個來說 我想基本上是對的 就是說活動的設計 講故事的技巧 詩歌交通的訣竅等等 這怎麼能夠有滿了話和靈 這是對的 這講的就是非常中肯 也是很貼切的 那這個我怕有機會 要做一些成全 這我就不來多餘來說明了 那現在我要把這個三個問題 大概的回答一點 而且不一定是很滿意 但是我相信原子是在這裡 那待會有什麼小問題 其他的問題擔當 你們再說 現在我要講點目的 在預備 OK 所以第一個 是這樣子 我們必須要一直的 我們雖然服侍兒童 但我們一定要有個手要 要有眼光 這個眼光是從直視的信息來的 所以我們雖然服侍兒童 你自己要追求神經病 你要留意今天這個直視的說法 因為你怎麼從這個話 去引到這個 你要了解 我們三十號 不是有一個 就特別是信經嗎 這個務必要去 那今天下午四點 我們畫面這裡有一兩位 兩三人可以到四位 我們有些預備的教導 這樣可以嗎 那我這樣這樣說 無論怎樣 我們都必須 從一個意向裡一直要重溫 今天在但願理書所講的 所看的 就是一個同伴的榜樣 我們必須從這裡 去應用這些的話語 做一個真正有價值的人 記不記得 第二篇信息講這個有價值的人 講到帶有他同伴的四件蒙恩的點 是不是呢 我這次有信息一條 我們在鐘頭的時候 我講了那七個 你們也記得就記得 不記得沒問題 那基本上就那幾個點 有同伴奉獻跟過勝於什麼 第二個叫做什麼 借著主的話 言語他的事以為神經 第三個就有一個什麼 有一種的什麼樣 美好的靈的祷告者 有什麼 有殉道這些犧牲者 這些點呢 你怎麼應用到兒童是什麼 這很重要 你要會這樣應用 做一個有價值的人 這有意向 要有眼光 這個很重要 我們必須在這個服飾中是有眼光的 需要這個意向的 是要做一個價值的人 第二你必須有一個心情 不是兒童是要有一個心情的 那心情是可以培養的 你聚了 你賠了 你就慢慢的人 跟著他們融在一起了 心情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心情 是根據主耶穌的心腸 讓小孩子到這裡 所以說這種感受 只是不是來光聚個會 是個點心唱的詩歌 是讓他到主這裡來 你要預備好你這個人 不止有眼光看見 你要有一種的心情 來服飾兒童 所以每一次你服飾兒童 這種心情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心情需要培養起來 第三 你必須要有一種基本的認識 認識孩子的特性 當你在這裡收工的時候 你要有信心 對不對 要說進去 哎呦 那聽得懂嗎 哎呦 那麼小 這個還不行吧 人家覺得很多疑問 很多問題也打個折扣了 不必講那麼多 不必那麼詳細了 因為他反而也聽不懂 對不對 慶菜就好了 對不對 這就可以了 教大家了的事了 不是這樣 那你在這種服飾的當額 你要必須有兩面的認識 第一面是屬於他的特性 第二面是屬於他的特徵 這怎麼樣 這是我剛剛水筆後來講 等一下交通什麼我就寫一下 第一個他的特性 那個特性 早年成天靈略在台北的時候 他講過 不知道你們有印象沒有 在成天聚會中 他講到那個特性 在一個管教而裡的那個信息裡面 成人家人的生活 有參加過的人知道 那第二個特性 你要知道我們的孩子有靈 阿們 第二 他有物性 阿們 因為有靈你就傳輸 阿們 但你要說你不要告訴他 那你要照靈而起 不是這意思 你要回到靈裡 不是他不懂這個 他只負責你站在靈裡 你發明信他說你不在靈裡 那他負責不在靈裡 但是他要負責一件事 靈的第一個口叫做良心 孩子只要負責他的良心敏銳就對了 所以要完倒 要認真為改 就是良心要敏銳 這樣就可以了 其他人就變成講別的了 你要回到靈裡他不懂這個 憑靈而起他也不知道 那是你的事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他有靈 第二 他有物性 憑摩太從小就明白聖經 所以你只管講 你不要不講不敢講 對不對 你今天講進去 他今天不懂 過三天他就懂 過一年他也會了解 想到阿姨這次說過這個話 他想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怎麼樣 他動作是清潔的 他很簡單 對不對 要打電話來說 你姐姐在不在 你媽媽在不在 我媽說他不在 他很簡單 你媽說他在 他一定在嘛 他怎麼不在 那他很簡單 他很單純 第四個就 有人被漁蒙移住 一個幫幫忙就騙走了 對不對 人被騙 所以一下會進到什麼 就會被飲料 電動玩具 什麼這些 所以只要認識這些特性 你就知道怎麼叫他 怎麼帶他們 這四雷陪 另外特徵呢 在哪裡呢 我們的孩子從小 他的特徵第一個 怎麼樣 愛吃 另外 愛聽 所以一講故事 怎麼安靜 他就注意聽 然後 因為他也好奇心 你到底知道 摩西教了他 孩子們要好奇 什麼意思 你不要說 耍囉嗦 跟我走就知道了 不是這樣 你就跟他講給他聽 什麼叫畢業久 有人在殺羔羊 對不對 塗血 要吃羔羊肉 那今天的媽媽說 媽 你的剝皮能不能 我給我吃 我給我給你吃 我給你喝了葡萄汁 那你說不要不要囉嗦 你跟我走就好了 趕快你講 不是這樣 摩西不是講講法 摩西說你不要少囉嗦 不是這樣 摩西是說 你要從神講起 當年神在我們埃及的時候 救我們出埃及 你知道嗎 你把這故事講出來 從神講到救人去 這樣可以了解嗎 必須這樣 這一個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們愛吃 愛聽 還有愛唱 是不是呢 這是幾個他的特徵 他也愛玩 我想起來就四個點 是不是 都愛對不對 所以呢 他們愛吃 就給他點心是嗎 他心就開了 因為他愛唱 就唱詩歌 對 他說 裏邊說 唱詩歌是最營養的 對 但講故事呢 是幾次 所以故事不能講太多 講太多的故事被你支持到 這不僅僅是個幫助 都掀起知識就跑進去 所以故事要適可 但詩歌儘管唱 你最營養的 對 維他命ABC通通有 你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們是最愛唱的 因為他們好奇就要問 所以他就要聽 對不對 他們愛玩 那愛玩怎麼動啊 所以你要有遊戲 你要有意義的 那些欲教娛樂的這種活動 但不要玩得太累了 太累了 然後危險了 這都不好 但基本上他們愛玩 你需要設計 所以我們在健康生活 為什麼有這種闖關啊 就是愛玩嘛 讓他們就有意義的玩 在玩的中間怎麼樣 叫欲教娛樂 就在玩的中間 把東西做進去了 對不對 你看那個闖關闖 就是背了多少詩歌啊 記了多少聖經啊 你看看嗎 就潛移默化了 就影響他這個人了 是不是這樣 我是講這特徵這四個點 可以嗎 那最後呢 我這樣想說 我今天兒童牌要長命 要持續 有三個命訣 第一個 要記得得人的負擔 因為一從得人的負擔 挪開來不行 你會變得要維持去問 你就會越來越累 但你一看了兒童 眼睛就瞪大 眼睛發綠 不是發綠 發紅 發綠是看到錢發綠 因為美金是綠色的 對不對 不要眼睛發 要眼睛發紅發光 等著小孩 又來兩顆 哇 那你就興高采禮 對不對 樂不思俗了 你看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需要啊 第一個 一定要對人有負擔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一個要點 兒童牌長命 沒有別人的面積 也不是都會這樣 都會教的問題 是你要對人有負擔 第二個 第二個 你就需要過生活 兒童牌它是一個生活 所以你必須過生活 你平常都要慣心它 打個電話 握握它 就是這樣過生活 然後你帶的孩子也過上生活 就是神人生活 這樣的生活 帶著性格的操練 你就會支撐這個小牌 你這樣可以了解我這個話嗎 因為我們啊 主日做教育 小孩在做培育 這兩個點 它的基礎啊 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家 對 家是有兩件事 一個是神人生活 一個就是性格 這樣了解嗎 這兩個啊 是家庭的兩件事 所以你必須帶著孩子們過重生活 誠心玩稻讀經 對不對 講故事等等 對 家庭開 然後性格的操練 因為性格支撐這個家的生活 因為有人神人生活過不下去 就會懶惰嘛 對不對 那殷勤是靈魂體寵動員的 對 一個人懶得相信 也懶得互求主 你看 就沒辦法 他殷勤啊 就光做事 所以你必須要認識這兩個點 這個支撐 這兩個是彼此 互相加強的 對不對 神人家裡生活 下去了性格要加強 性格呢 是為了神人家裡生活 所以這兩個呢 支撐這個什麼 就是我們說的神人 神人生活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恢復了三件事嘛 高峰真理 還有什麼 神人生活 跟什麼 造神牧羊 你把這三件事 三個復興的點 應用到兒童工作 也是這三件事 對 屬日要教育 對 兒童們要講聖經 等等等等 在教育他們 屬靈教育 我這還是講屬地的 屬靈教育 然後呢 要怎麼樣 過生人家裡生活 跟基 然後呢 去擴展小牌開家 那這三件事 就那三個 應用到兒童工作 也是這三個 對 那就講回來了 我說今天你的小牌 對不對 對不對 要有一種 資本錢 還有做生意 能夠繼續做下去 還要賺錢 賺人啊 你這個 跟主日呢 跟關係都在這裡 主日兒童班 也必須要 兒童老師要告訴他 每個禮拜去打尿給他 這叫家庭訪問嘛 對不對 所以主日兒童 要關心他 生活怎麼過的 那小 這個生活 就支撐這個小牌 了解嗎 所以這兩件事情 再往前 就擴增啊 往前進 教育擴增的時候 就要用這個家 來支撐這個生活 這樣可以了解嗎 因此呢 我簡單很快講完 結果這個負擔的點呢 我就講 你必須要注意到 這個有一個關聯性 所以今天兒童工作 不要以為是 主日兩個鐘頭 完了就再見 不是這樣 今天的孩子 光這兩個鐘頭 是應付不了他六天的需要 所以你必須要這樣平衡地看見 這個教育 這個小牌跟這個生活 到了330 那個集條的時候 我們會有兩篇信息 頭一句就講這個 第二天講這個 所以到時候我再說 我現在就不多說了 我先有一個慾唱和大家 那這個第一個是得人負擔 兒童班要償命嗎 你要有這個對人的負擔 這個不能丟 這個一丟 你的小牌定會下不去 然後你就覺得 足了就有了兒童班 何必再來一個加大牌 重複兩個聚會 不需要剪掉一個 那一定先想把小牌煮掉 文師煮日 那沒有了 就沒有了 下不去 就沒什麼過程 是不是這樣 這一點很重要 可以嗎 第二個這個生活根基 你一定要過這個生活 對不對 要炒雷 就從早到晚這些 澄清環島說故事怎麼樣 讀聖經 陪徒聖經等等 家長開家具會等等 第三個什麼 就是要佩達功能 就要佩達不能單打獨鬥 要佩達 所以一定要找同伴 所以我看聽到有個小牌 你們有四個家庭太棒了 那這四個家庭是太有本錢了 然後過半年就變成兩個牌了 因為兩個兩個就佩達了 然後再次把家長孩子 孩子家長帶進來 所以這個聖聖不死 所以呢 在社會的方面 他們講到一個口號叫做雙向得人 就兒童得兒童 然後家長得家長 然後他們是在 周五晚上 大概都有默契 周五晚上六點半吃飯 大大小小的 然後七點半小排 兒童 然後八點半大人排 兒童去打電腦 那大人排的七個八個孩子 七個八個家長 因為禮拜五啊 第二天不上班 那七個八個家長 大概三個是婦女 所以他很厲害喔 他一年喔 得一百五的一個會所 得一百五的親子 有七十五個是兒童來的 阿們 不知道三三年還在講 然後呢 他們有很多家長是現在去婦女 他們去婦女的來源 是兒童家長來的 阿們 因為他們小孩子 他就會怒癌孩子 提前常常說 若你不會照料你的孩子 不會去怎麼樣 管教你的兒女 你也能來照料教會你 對不對 他講到那個長老資格 跟指示資格的時候 就講到這些事情 所以啊 丟著我們 我們就要給這個眼光 你要看著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就把這三個點 分享給大家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講到還是多問題 感謝主 這裡有一個姊妹 她寫的說 又又 雲